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非常小巧 仅有35厘米高 它的造型也很罕见 目前在中国境内只发现这么一座 因此十分的珍贵 这座刘金喇嘛塔的主人是谁呢 它又是在哪里被发现的呢 要解开刘金喇嘛塔的绅士之谜 还要从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偶然发现说起 1956年7月的一天 几位年轻人到南京郊外的牛手山游览 当他们在山上的一座佛教寺院 红绝寺的佛塔下休息时 有人无意中蹲了几下脚 发现脚下传出空鸣的回响声 在场的人意识到地下有空洞 于是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寺院的管理部门 寺院方面很快将此事告知南京博物院 院里立即派人前往寺院勘察 考古人员发现在红绝寺佛塔塔基下 有一个直径0.8米深1米的圆洞 初步判断这里就是红绝寺塔暗藏的地宫 在这个地宫里人们发掘出青花瓷罐 龙泉窑瓷罐和玉瓶等器物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流金喇嘛塔 这座喇嘛塔高三十五厘米 外形像一个宝瓶 塔身开有湖门 里面装有佛像 塔岔下有宝盖和象轮 象轮四周装饰锤蔓 塔身两侧的祥云拖在着两尊造型庄重的菩萨 流金喇嘛塔安放在须弥山形状的底座上 底座四周浮雕各种文式 有力士顶果盘 双施细球 和双路顶角等图案 充满了浓郁的佛教气息 在流金喇嘛塔的正前方 放置了一尊流金释迦牟尼涅盘像 塔底四角各有一个青花瓷罐 这四个青花瓷罐贯身有刮棱形凸起 中间描绘有几何纹 造型精美 胎质细腻 是不可多得的青花瓷精品 据专家介绍 一般的喇嘛塔底座四角 通常立有四座小塔 与中间的大喇嘛塔组成无塔耸立的布局 而这座流金喇嘛塔用四个青花瓷罐代替了四座小塔 考古人员在红绝寺地宫发现了人的骨灰和牙齿 专家据此认为 流金喇嘛塔是为供奉死者骨灰而特别设计的 那么这名死者究竟是谁呢 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用喇嘛塔来供奉骨灰呢 据史书记载 出土流金喇嘛塔的红绝寺和红绝寺佛塔 出建于中国唐代 现存的红绝寺佛塔是明朝宣德年间重新修建的 宣德是明神宗朱瞻基的年号 专家认为流金喇嘛塔是明代重修红绝寺塔时被放置到地宫里的 喇嘛塔上并没有直接记录死者的信息 而在塔座背面却刻有佛弟子御用监太监礼福善奉尸的文字 显然御用监太监礼福善是流金喇嘛塔的供奉者 北京的西山法海寺有一块金状 那么上面就记载了有礼福善这样的一个人 而且他的碑文上面所记 礼福善其实就是礼童 从而呢我们就证明了就是礼福善却有其人 他是礼童 所以说自此来说就是作为这个流金喇嘛塔的这个上面相关的人物 他是真相大白 而奉尸的人就是礼童 礼福善是礼童的法号 他是负责建造明代皇家陵墓的御用监太监 也是郑和的生前好友 两人有三十多年的交情 专家查阅各种史料 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 流金喇嘛塔里 供奉的是明代著名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的骨灰 郑和公元1371年 生于中国云南省一个回族家庭 原名叫马和 1381年 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在云南的元朝参与军队 发动了对云南的战争 在战乱中 年纪十岁的马和被明军抓走 成为了一名小太监 几年后 他进入北平的燕王府 成为燕王府中的一名宦官 后来在燕王朱棣的军中任职 朱棣因为对职责建文帝朱允文的消灭政策不满 于公元1399年起兵 向当时明朝的都城南京发起进攻 马和在这场战争中屡历战功 朱棣赶走职责建文帝登上皇位后 马和晋升为内官兼太监 官制四品 皇帝亲笔写了一个正字赐给他 从此马和改名为正和 正和不久又拜朱棣身边的一位 藏传佛教高僧为师 成为了一名佛家弟子 为了开展对外交往 扩大明朝的影响 明成祖朱棣计划派出庞大的船队 出使西洋 他宣布让正和出任船队的负责人 当初朱棣做此决定 是由于他对正和的人品 才干有充分的了解 首先正和从十几岁时就来到燕王府 后来跟着朱棣南征北战 立有战功 被皇帝视为心腹 此外 正和本人的知识非常丰富 他熟悉西洋各国的历史 地理 文化和宗教 而且在下西洋前 正和曾出使过日本和仙罗 仙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 具有外交活动的经验 第三 正和具有一定的航海和造船经验 他在担任宫中太监时 曾经兼造过船舶 有造船经验 在下西洋前 正和还进行过两次较长距离的海上航行 积累了航海经验 第四 正和出身于回族家庭 熟悉伊斯兰国家的习俗 此外 他还信奉佛教 而正和下西洋途经的国家和地区 不是信奉伊斯兰教 就是信奉佛教 共同的宗教信仰 有利于沟通彼此的关系 公元1405年到1433年 正和守明城组朱棣和朱棣的孙子 明宣宗朱瞻基的派遣 先后七次率领大型船队下西洋 正和的船队 先后到访了亚洲和非洲的 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将中国所产的丝绸 陶瓷等物品 带到了亚洲和非洲各国 又将这些国家的特产和珍宝 带回中国 正和船队下西洋的行动 即彰显了中国大明王朝的国力 也与所道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 增进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交往 明城组朱棣去世后 为表彰正和对朝廷的贡献 明宣宗朱瞻基封其为三宝太监 公元1433年 正和在第七次下西洋的归途中 因病去世 根据文献记载 正和的遗体在印度火化后 骨灰和牙齿被船队带回中国 明宣宗得知正和去世的消息后 特别颁指赐藏于南京牛手山 御用监太监李同奉旨为正和修建墓葬 因为正和既是回族人 又信奉佛教 李同于是在牛手山上 先建造了一座回族风格的正和衣冠种 供人们祭拜 这就是今天的正和墓 然后李同又按照藏传佛教礼制 建造红绝寺塔 用来安放装有正和骨灰和牙齿的流金喇嘛塔 红绝寺塔本身 它处在寺院的中轴线上 那么中轴线向后眼 向后方 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正和的衣冠墓也处在这样一条中轴线上 正和本身姓伊斯兰教也姓佛教的 那么伊斯兰教是要减账 所以说当时本身正和也是在国外去世 然后带回来的也只是国会 所以说在中轴线上有一个衣冠墓存世 大家一直在纪念它在衣冠墓 那么它的骨会真正的买骨处呢 现在看来就应该在红绝寺的地宫 专家在装有正和骨灰的流金喇嘛塔底座上 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图案 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有一条气宇宣昂的龙在云中飞腾 在中国明代 龙是皇权的象征 代表地德和天威 普通人无权使用龙形图案 专家据此判断 流金喇嘛塔应该是明宣宗遇刺的物品 这证明正和去世后享受到很高的待遇 光彩夺目的流金塔身 素雅洁净的青花瓷冠 再加上象征帝王威严的龙形图案 整座流金喇嘛塔显得既庄重又典雅 体现出中国明代工匠高超的手工技艺 流金塔的出土啊 不仅让后人了解了正和不畏艰险的航海精神 同时呢 也成为专家学者 研究中国明代历史和宗教的珍贵器物 好了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龄时间 再见